大家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音音解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太音音及相关的词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太音音及相关的词 那么其实呢 祖宗就把这属灵性血气生命的 像我们人一样的通过自然 印证验证领悟到的这个飞机 称之为他 那这是最初的音音 后来演变呢 那就非常的广泛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实际上他也是急急也是他 当然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印证的 那后来祖宗就也认识到了 有过去他 现在他 未来的他 以及每一个生命灵性血气的 这一生从生到死也叫做他 那么当然了 包括这个整个的也是 既大又小混合在一起 有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 说这个他呢 飞机其实也就是自己 你只要跳出这个几颗飞机以外 你作为另外一方 第三方也叫他方 来观看的思考呢 那么你就会印证到这一个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有这么个演变呢 那自然而然 它是指着每一踏呢 那有一个部分呢 是指着 每一个灵性血气 个体啊 都有一个开始 所谓的踏入 那么这个踏呢 是入 自然也有所谓的一生啊 那么祖宗呢 就对这个踏入 这个其实也很纠结 我们今天也会很纠结 说白了就是无中生有的开始啊 是怎么一个开始的 当然了 这种开始啊 我们跟大家也就分享过 我们祖宗认识到很多 实际上整个这个物质世界 灵性的啊 非灵性的 血气的 非血气的 生命的 非生命的 包括 二次叠加的 不是二次叠加的 这个世界所存在的 万有物质的 非物质的 有形的 无形的 这种一切 那么都是在不停的播 我们在这个播音里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就是每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包括我们的动作 统统都是 可以这么认为啊 嗯 有周期 就所谓的圆圈 一个一个完成的 那么你不管是小圆圈 微圆圈 中圆圈 大圆圈 超大圆圈 超级圆圈 那么每一个 都有一个开始啊 发展圆满结束 完了以后 一个大的 无数个小的圈 无数个中的圈 无数个 呃 微的圈 啊 还有这个大的 等这个呢 实际上 以后呢 跟大家 如果有机会呢 我们弄个板 弄个画图 去跟大家分享 就是明白 就像道德经里头所说的 这个 凡者 道之动啊 祖宗认识到这个 一切都是凡者 道之动 凡 循环往复 也就是周期运动啊 道就是这个 天道法则 这个真理真相啊 这就 他就这么运作的 一点一点呢 实际上我们应该 不管是所谓 今天的物理啊 宏观物理 还是微观物理 一切都是圆啊 都是圈啊 球啊 都是有周期的啊 因为这个呃 这个位置啊 我们现在没法检测啊 那么你说对人类 现在能够认识到的 也是比较模糊 电子肯定也是一个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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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循环啊 这个立体的圈 那么这次啊 现在可以我们通过 因为他比电子大模 电子显微镜 可以把它照出来 照不出来啊 显不出来 可以显出中子来 中子和质子差不多 所以呢 啊 都是所谓的立体的圆啊 立体的周期啊 那么一直到原子啊 原子核 电子未来的转 也是一个立体的圆圈 完了有分子 分子大的大的啊 再大我们这个地球啊 球 地球也是圆的 各个人的行星 电药一打 还是圆的 不光自己形状是圆的啊 运作的这个轨迹 也是圆的 当然不是纯圆啊 椭圆立体的啊 你想 太阳还在领着大家走 大家围着他转 自己有自转 这都是 循环往复 反者道之动 祖宗都给我们认知出来了啊 也给我们做了分享 就看我们这些子孙 能不能去解读出来了 如此而言 所以呢 那祖宗呢 就把那个踏入的踏啊 你要 这一踏嘛 你得有个进入的过程 说白了呢 一切都有个进入啊 有个开始的过程 你不管是多少个圆圈啊 多少个这个周期 你每一个都有一个开始的 那么祖宗呢 就把我们这个 营性学习生命 在这个滚滚红尘里 都经历一次生死 生老病死 成住坏空 这么一个过程的 第一步 他啊 又进行了观察思考 沉默和研究 那么他他 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太啊 就是你开始的啊 里面完成 开始也这几个阶段 那么开始的开始啊 就叫做太啊 这个学姐是 要唠唠叨叨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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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重重复复 去叫大家去印证 把这个情况呢 大家一点一点去印证 你说光靠我这么描述 或者你就是画图 都弄不清楚的 这确确实是需要我们心灵的感应啊 大家去印证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开始呢 说白了无中生有 你再怎么知道 无限的分 他总有一个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谓的一个跳跃啊 佛教就叫刹那生灭 那你再细小 那到了不能再分了啊 祖宗也认识到了 所以不能再分了 已经达到极日了 达到极限了 就到这了啊 五变成油啊 这是最基本的 这就是第一步 第一最小最小 已经不能再小了 所以这一步就叫做太啊 就是你踏入开始的时候的第一步的无中生有 就叫做太啊 那么其实那个踏的这一个圈也叫做太啊 但是这个第一步开始 这个嗯 踏的就是踏入啊 这这一生当中开始的第一步啊 这整个这个开始叫做太 那么太里头的第一步也叫做太 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大加一点 这个太 这是最早祖宗付给这个 太一的太图太字啊 其实就画了有人 人底下点了一点 主要强调那一点 实际上这个呢 也是我们祖宗对自身进行反复的幻想思考全部和研究 一切的生命 我们祖宗认识到了 就来源于这个男性雄性的这个精子 当然人我们祖宗啊 也是对比着人跟兽之间 那么就是从精子开始的 实际上这个我们现代科学好多 其实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也不是不敢斩钉截铁的啊 这么承认这么去描述 实际上呢 就是从雄性的精子开始啊 这就是一切的生命 当然我们祖宗认识这个 他呀 这个太呀 就是主要描述的就是灵性血气生命啊 当然你说对比没有灵性血气生命的 就是第一次 无形的物质 非物质的和有形的物质之间 第一次互动叠加 相互作用相互利用 那么所谓的 那是属于我们定义为没灵性 没血气 没生命的一种 第一次的这个大街啊 第二次再叠加 那就是有灵性 有生命 有血气的 那么这一个其实也是啊 有这么一个过程 无中生有啊 你再拓展过去一世 所以呢 祖宗后来给我们留的经典叫 太 太极 生两极 就是已经不能再 那个了 所以这个太阴啊 有极限啊 极致啊 非常啊 很啊 就是不能再往前读了 这是最小了 最 嗯 再就不能 就是两个大街一块了 这跟连续不连续的关系啊 跟我们的生命真相啊 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之间的个本质有关系 有在统一论里头 如果能给大家分享到 那大家 呃 去分享啊 大家去印证 那么 就这个太的啊 这个含义 就是开始啊 不能再小了啊 太极 呃 啊 无极生太极啊 从无到有啊 这个之间最小的距离 最小的单位 一切都是极限 所以有这么一层含义 当然了 后来有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呃 广 他已经就是到了极限了 极 大也有极限 后来我们祖宗慢慢演变成 由于大的不能再大了 也叫做太 因为它是极限了嘛 非常了嘛 狠的嘛 所以呢 沿用了他这么一个含义 后来我们说啊 这个太有大的意思 实际上是指极限 大的极限 而不是真真是大 但是呢 我们祖宗约定了啊 这个太有大的意思啊 那他本身就是大嘛 大因我们里头和字 大字跟大家做了分享 其实大呢 就是人成熟 跟人关系密切 等等啊 大家自己回去 再去听啊 我跟大家这个分享 所以大也独作太 有这么一层含义 那么 呃 后来呢 就是指空白而没有啊 呃 产生有 你比如包括我们学习 学习也是啊 我们一张白纸 什么都没有 所以叫太学啊 就是你以前什么都没学过 叫太学 就是开始学啊 叫做呃 太学啊 也有开始的意思 所以这个太啊 还有这个含义 当然还有其他含义啊 大家自己去慢慢品 自己也给你查证 好 那个这个 呃 其实呢 就是成胎的过程啊 就是 这个 益也好 灵也好 血气也好 生命也好 啊 无形的 非物质的也好啊 还是 呃 这个 毅力啊 等等啊 我们在相关的因子里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就指于 无形的 非物质这种 我们真正的 这个本性啊 这个本 这个 员啊 那么 其实呢 就是无形的 那么它 只不过是通过物质的 呃 来显现 有形的 来显现自己 呃 道德经里头 也有些字啊 我们祖宗也跟我做了分享 叫载营 破暴仪 破就属于 义 利 气 等等 这些无形的 非物质的 载营 就指着物质 做的这个器具 叫载营 哈哈 呃 营后面给大家分享 载啊 都是 那么道德经 有这么一 一句话 载营破暴仪 能无 离乎啊 其实 道义气 就是断开用 能无离乎 就是说谁能生而不死啊 那么道德经里头 我呃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那么所以呢 所有这个无形的 非物质的 开始了 生油了 那要干什么呢 就是搭建一个物质的 呃 结构啊 物质的器具 物质的载体 去显现我们 那么这个载体 这个器具 这个结构啊 就叫做 胎啊 呃 就是这个 平台的胎啊 这个是指着这个结构 那么当然了 呃 后来我们祖宗 也没有我们自己搞建筑 搞结构 搞什么也叫做台 当然了 平的就叫平台 后来祖宗又说平台 那平着台也啊 就台又跟平又挂上钩了啊 其实呢 是指着这么一个结构 这么一个地基 所以这个台还有地基的意思啊 那么它是个平的啊 是个平台 是个形容啊 是个平的台 但是我们祖宗 平台也 台也平也 当然台也有平的意思啊 还有安的意思啊 这是后来的演变啊 由于有这样的一些瓜葛 一些关联 所以呢 台还有平的意思 后来呢 就是有这个平面 有这个平面的一个结构啊 叫做平台 其实有叫板 也叫台啊 台板 台面 那么 其实呢 祖宗最初这个台的含义 是指着一个料具 就是承载到器具 或者设备 或者是建筑啊 或者一个载体 叫做台 那么既然我们以后 大平台干什么 有了人 类似于我们 灵性 无中生有的时候 我们也有 一个房子没有 我们也有一个开始 把它建造起来的过程啊 那么那个就叫台子了嘛 房屋也叫台啊 可以叫房 也可以叫屋 还可以叫台 那么这就容易混 跟原意混 所以祖宗呢 就把这个月子 月子通常跟身体有关系 就叫台啊 月子 就原意的台 加个月子了 而真正认识跟祖宗最初 这个台阴的含义呢 呃 演变出来的就是 呃 用了原来的祖宗 那个台啊 台台湾的台 平台的台 什么台州的台 啊 呃 是指着跟这个 灵性学习生命 没关系的了 当然你有时候 也有关系 祖宗这个字也同用 那么就有了这个月胎啊 就像我们今天怀胎啊 其实呢 就是说在那开始啊 这个人吧 以人来讲 就是说这个一个孩子 就在那慢慢见到自己这个载体 完了以后再奔眠 再降世啊 再要在母亲的子宫里头啊 产 经产道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有这么一个胎子 那么这个胎子 祖宗那个时候也好几种写法 就指着孕育的过程啊 就是最小的基本 那么以后在出生以后呢 所谓的出生啊 完了以后呢 再就是按比例放大啊 各种器官都有了啊 那么 这么一个也是开始啊 胎啊 做胎嘛 形成胎 其实是开始的过程啊 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慢慢去印证啊 那么这个胎呢 有一个四朵块啊 有圆圈 祖宗也是里面加个胎子 这只是怀胎的胎啊 甚至于瘦也叫做这个胎啊 植物也叫做这个胎啊 都可以啊 我们历史当中啊 祖宗在一些文献当中 也是这么用的 那么还有子胎 就是说子子 就是小的嘛 很小的啊 胎也就是这个胎啊 就是做胎的胎 这很小的啊 某种程度啊 不完整 已经完整了的 从无中生性 从胎到最后一个 最基本的啊 最小的 最小化了 不能再小了 完了可以再出去独立的啊 就叫做胎了 那么有一个子 子胎 这个胎 实际上圆胎和口胎 还有这个子胎和月胎 都一样 都是指 最小的开始的啊 已经合成了啊 已经具备了 已经完成了 就有那么个胎 那么整个这个搭建 这个呃 胎啊 这个载体啊 这个载营 这个量具 这个器具 这个设备 那么这个过程 就叫做 也叫做胎啊 就是建筑建造啊 搭建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提手 胎 跟手有关系了 那后来呢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 类似的动作啊 搭建建造 也叫做胎 但是后来这个提手 胎呢 又成了共处 一起合作 多方合作 有合力的意思 为什么呢 实际上呢 我们祖宗也是 你因为他是一个 无形的搭建的时候 就是从一个兽精来 发展成上万亿细胞的 一个胎儿啊 形成完成这个胎啊 开始的这个阶段 那是一步一步来 怎么来的呢 那祖宗这个过程 就叫做胎 但是祖宗就对照 我们生活当中 你比如说 我要搭建一个房屋啊 要建造一个房屋 也是从地基 一点一点 做起 就像 怎么做呢 用双手 单手能不能做 能做 很难 所以呢 我们真正的劳作 人是有双手 要相互合作 所以呢 建造的时候 就是两个手 所以有合作的这个意思 两个手合作 就建造 合作 叫做台啊 搭建建造啊 建筑 那再后来呢 因为有合作啊 合力一起的意思呢 人跟人之间啊 就所谓的广义了 也叫台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台子呢 就指着广义了的台啊 真正那个台 搭建 精子啊 受精来 搭建自己 婴儿胎的时候的这个含义呢 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这里有手台 手续建筑嘛 那么自然有脚台 脚台什么 就是脚走路啊 脚的主要作用 就是走路 移动整个身体 承载 所以呢 就是今天台前道的台 竹子旁 竹子旁呢 主要就是指脚之间相互合作啊 那走路 那今天呢 就成了武术了啊 他的动作了 有台前道的这个台 好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你台了啊 台 台台了以后呢 各种合作啊 加工啊 十月怀胎啊 当然 各个生命周期不一样 所以这个胎的时间也不一样 夸足也不一样 后面还有台来描述这个过程 那么做完了 台完了 这最小的最基本的 咱们就可以了 你再出去就生长了 按比例放大了啊 那么就叫做胎啊 就是完了 就是你开始 成胎这个阶段 开始的阶段 踏入的阶段啊 完了 有太太就是完结的意思 完结嘛 有 很好的完嘛 你做都是完成吧 所以有安 有平啊 当然了 这是跟那个平也有关系啊 跟个台 台子的台啊 也都有关系 所以有太安 太平啊 这么一个泰子 一个泰山的泰子 那么这个就完结 实际上就是等于做胎 做成了 所以叫安胎啊 安胎啊 等等都一样啊 其实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 母亲啊 十月外胎啊 准备分娩的时候 也叫做胎了啊 正顺利分娩完 也叫做胎 这是完结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小圆片化圆了啊 就叫胎 有这么一个胎子 那么 其实呢 祖宗也考虑了啊 这是通过我们人自身 观察思考传播研究 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祖宗的感知感悟 获得的信息 跟我们的一个分享 那么自然而然 生命还有兽 兽呢 祖宗认为和我们人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精死 性交 完了以后 要做胎 怀胎 完了以后再分娩 大部分这样啊 当然 还有鸟胎 鸟开始 通常是一个懒 所以呢 这样式啊 种类非常的多 所以胎呢 有种类的意思 就是这个 呃 太祖的太 上面一个太 下面这个心 这个当然是要用心 去印证去分别的 那么 自然就有草胎 草胎呢 这草子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仙 台仙为什么 我们说 这个祖宗 其实真的 给我们留这个信息 非常的准确 很智慧 很聪明 就是台仙 你说他有 没根 啊 没劲 没眼 就是到这上 他给他可以生长了 所以就是阴暗角落里生长的 潮湿地方呢 生长那个台仙 也就貌似 英语就貌似嘛 就是 你说他这植物还没有 就是这叫草胎 那么当然还有木胎 木胎一个木 那家台子 指什么呢 就指着什么呢 就指着嫩的 芽啊 不管是草的 还是木头的 所以有木胎啊 后来一个演变 那么还有呢 就有草木 有水 水胎 水胎啊 水就是渗出来的意思 后来呢 就演变成水洗的意思 有这么一个台字 当然有火胎 火胎呢 就是火加个台字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承载火的一个 颅杖啊 就叫胎 后来呢 这个也基本上不用了 跟那个台字的胎 一起用 呃 完了以后 还有金胎 金胎就是指金属 后来呢 还有玉胎 有王胎 有石胎啊 有土胎 土胎呢 就跟台字胎是一样了 那么这些字的一些演变 我们说那个 太多了的胎啊 刚才说各种各样的形状 实际上呢 读中又一次强调 用太多的胎呢 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 其实呢 是属于非 物质的 无形的 用 呃 有物质的啊 有形的来表述 就叫做太 意识形态的太 啊 也是这个太 那么就是 毅力 气 呃 精 佛 本 呃 灵魂等等 就叫做也是这个太啊 呃 来跟它结合在一起啊 去表现出来 所以呢 用表面 有外观的这么一层含义里头 当然了 呃 我们今天是用态度的太 当然也是指 它有样式的意思 有种类的意思 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胎的形状是不一样 那个草 木 虫 兽啊 呃 有蓝的 有呃 蓝生的啊 还有体外受精的这个蓝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种类样式很多 所以它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啊 形态啊 有这么一层含也还可以当量使用 那么还有其实祖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太一个大家个面子啊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面和人的这个脸一样的外观 其实我们能见到这个人的脸的外观吗 有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 当然了 其他的还有就还是那种啊 金木水火土胎啊 类似的 呃 关于胎因啊 这相关的字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